今天是6月20日 我们就连续跑了第20日 用脚抗疫 妙普行动用脚抗疫 720小时马拉松式接力 为尼泊尔抗疫筹款 由6月1日到现在 已经完成了20日 每日无间断参与跑步的一对跑手 是两位女士 蔡蕾明和萧芳 6月3日下午5点半 我们出发啦 蔡蕾明和萧芳两位女士 无一天晒雨淋 每日在预定路线来回跑步 是什么动力令我连续跑20日 就是一些善长 又有一些善款 初初就说 你们跑到100K我就捐多少 然后我们跑完 然后有些善长就说 你们跑到我就捐多少 是不是很吸引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用我一双脚 可以去筹更多的善款 那多辛苦都会继续去做 继续支持 跑步的伙伴一起参与用脚抗疫 你好棒啊 你好帮你啊 再试试吧 帮助你跑二筹盘 那你们今天打算跑多少 18K 18K 明天我明天再来跑 2位女士每日参与跑步 跑了20天 还有10天才完成整个活动 他们两位的家人 怎样支援他们呢 我家人就叫我 你多吃点东西啊 你要跑多点的 回家他又很好 又帮我按摩一下脚 因为实在太累了 那就很好 多谢我这家人支持 我先生就说 你喜欢吧 因为你自己喜欢跑步 只要你觉得是有疑 你就去做 那每日跑完回去之后 女儿都会抱着你 你就觉得很窩心 而且是值得的 用脚抗疫举行期间 经常在尖沙咀海滨长廊 见到来回跑步筹款的女士 她们涉而不捨的精神 绝对是支持 今次用脚抗疫筹款的重要动力 用脚来走呢 我自己擅长的活动就是用脚 既然是自己擅长的活动 那当然是要她出一分力 苗普的活动 我觉得她们很有意义 最主要就是去到目的地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会尽可能有时间的 我都会去支持她们 香港女儿们的韩力 充分体现苗普行动的理念 善者无疆 创建大同世界 一至二十天 真的每天都在这个 曝光 晴天 阴天 阴天 一号风头 一号风头 大风吹 就是 哇 什么都经历 什么都经历 是辛酸的 但是 你看到 哇 有善长 有善款 不停地支持你 还有我这个非常超级好的队友 不停互相鼓励支持你 他真的跑到中暑的 很辛苦 我这个队友还跑到胃痛 很痛 希望用我们的脚力 可以令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可以互好正常的生活 用脚抗疫活动 将于7月1日上午7时59分结束 余下的数天 我们承邀你积极参与用脚抗疫 以暴行筹款形式 协助尼泊尔 对抗新冠疫情